回到本港 政府宣布一系列鼓勵接種疫苗措施 包括公務員可以享有疫苗假期 政府亦去順過8個商會 呼籲他們推出優惠給已經接種的市民 由現在直至8月底這3個月 我們認為是香港防疫的關鍵時刻 所以特區政府在今天會展開 全城、啟動、快打疫苗的運動 政府和社會各界將在全城、啟動、快打疫苗的運動下 推出多項措施 包括各項疫苗掌賞的計劃 我亦已在今天發信給超過100個本地地產商 零售協會、雇主聯會、同鄉社團 呼籲他們響應這個運動 至於其他政府相關的公營機構 就已經一定配合了 稍後亦會作出公佈 此外我必須要指出 疫苗接種將會是日後 市民希望能夠更便利地回到內地 或者去海外旅遊 公幹是一個必不可小的要求 政府研究下個月10日起 放寬部分場所的疫苗氣泡 餐廳顧客和員工都已經打針 可能放寬每台人數 延長營業時間 又考慮放寬一台8人的D類餐廳 允許已經打針的顧客 帶同未打針的小童以及長者一起吃東西 至於酒吧、卡拉OK、夜總會等場地 考慮放寬每台人數 場地容量由現在最多坐五成 放寬至七成半 未打針的人會有更嚴謹措施 例如入境或被界定為密切接觸者時 要在指定地點接受較長檢疫期 也會研究不准未打針的人進入某些場所 例如食肆、學校、宿舍、地盤、圖書館、博物館、 戲院、表演場所、體育場地等 另外政府宣布明天起至8月尾 公務員每接種一針疫苗 有一天的疫苗假期 之前已經打針的公務員 可以在明年3月30日之前 申請放一日假 需要定期檢測的公務員 可以用接種疫苗取代檢測 政府作為全港最大的僱主 也會推出措施 以起一個帶頭和推動作用 由6月1日即明天開始 至到8月31日期間 政府僱員在接種每一針疫苗後 可以在接種後獲得一天的疫苗假期 讓員工可以有充足的休息 此外為了肯定較早時 已經接種疫苗的政府僱員 對疫苗接種計劃的支持 所有在今年5月31日或之前 已經是接種疫苗的政府僱員 也可以就每一針的疫苗 申請在明年3月31日之前 放取一日的疫苗假期 來自我所講的疫苗 10月31日 在新年3月3日 在新年4月3日 這次要接種疫苗 它是很難的 在新年4月30日 這次要接種疫苗 它是很難的